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呢 你要把自己写出来 习气毛病 然后你要对治他的方法 写在这笔记本 开始对治几次遇到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心里 我老是看讨厌某一位女众 为什么 这位女众总是要穿得很漂亮很时髦 我觉得在这个道场 我除了菩萨 我最庄严 自从这个女众出现了 我就不是最庄严 我很讨厌她 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是要不得的 那你再写一遍 记 或者说我这个人 我来道场 我都偷看女生 要我的色域虚心 或者说我是很艰贪的 我这个人来道场 买发心 也发不出来 不发心 我又怕严重 这到底是要怎样呢 就冲给她 故事有没有发心 流也有发心 又没有发心 冲完这样就好了 我跟你讲 有发心 那是你的好处 就到你身上去了 一个木匠 要跟他的老师傅道别 老师傅说你再 盖最后一栋房子 你就走吧 他就很火大 我就要走 我又叫我起厨的 青菜给他起起 起起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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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当心下来了 早知道我就把我鼻子最好的手艺用下去了 最好的材料 这个我就乱盖一通 人家送我一个礼物 就是最差劲的房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要修 认真修 你发心 点点滴滴 人家看得见 人家看不见 人家知道你发心 人家不知道你发心 点点滴滴 修在你的心上 修在你的身上 与别人无关 你认为说 盖这个房子是帮别人盖的 所以随便盖 你以为你来做佛事 来扫地 来担任道物 来担任职务 变成一个很发心的同修 弘法人员 牺牲奉献 你以为你是付出了 你牺牲自己 你付出给道场 给同修 给佛教了 你以为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就轻轻载载载载 乱丐 跟佛教一样 合佩做 无法心 无用心 结果你的心情就是这样 你结果就是这样 你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修行人 你没有善果 所以你今天有发心 心是谁 是你的 你发心今天来扫地 看起来是大家在享用 那福报是你的 今天踩在你托地 扫地路上的人 地面那些人 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抢走你的福报 他只能沾你的光 为什么你把地弄干净 他走过去很舒服 那你把水果切好 切得大大小小小 振在去 他受用 他想到你的福 但是那个功德 那个福报是谁 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今天不发心 我也不发心 我也不发心 要用过也不担用过 要成诞 一直到成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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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挺有技巧 挺会拿捏分寸的 通通算错啦 到最后 你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没有结果 也不算有结果 没有福报 也不算有福 没有福报 也不算有福报 也不算有福报 糟糕了 你想这种行 要做什么呢 什么也知道 你想这种结果 你想这种布 这个叫果报嘛 你试这种果报的时候 谁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你平常是怎么用心 怎么发心的 我们不知道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概括承受 你自己享受了 别这样 所以你平常是怎么用心 谁知道 最后果报出来 只有你自己受用 你自己知道 这一切都值得了 是不是 同学 你不要想错了 你打算错误 我们有这样不好的习气 我那天在道场台中讲 不要抱残手缺 一个老头子上车 一只皮鞋掉了 另外一只赶快穿坏再丢出去 为什么 成全那个人 成全捡到鞋的人 给他一双 对不对 你自己抱着一只 抱着一只 肩坏 抱残手缺 你永远缺一只 你能够穿一只皮鞋在街上做 有一种效应 叫做破窗效应 你知道吗 什么叫破窗效应 这一间房子在那里 如果没人住 大家都知道 这间房子很大间 这个屋主人到国外去了 半年一年回来一次 这个窗户 南面很漂亮 窗户都没有破 那就都没破了 突然有一天台风来破了一个窗 对不对 都没有人修 对不对 过一阵子其他窗都会破 为什么 那小孩看着就会破了 就破了 为什么 就是顽皮嘛 他在想 既然破 就给他通通破 所以你现在想 你现在在修行 你有一个毛病在心里不改 对不对 你以为 其实我很好 我只有这件事 没有办法超越 我只有这么一件 那就是你的破窗效应 你这一件没改 你其他都不会成 你其他都乱七八糟 要生还不行 你注意看 然后到最后你会苟且 既然我这个没有修 我其他也不要修 所以你看不到自己问题 是不是 这是什么破窗效应 有的人 他就要求 我都把它做好 我这个也不对 我这个要改 我这个要调整 我这个要修正 我面皮不可以还剥 面皮不可以剥高 无耻 我不可以坚贪 我不可以煮书 面面俱大 每一个都真诚把它修好 那你将来就会圆满 你这个不修那个不做那个 不跟这个不丢 到最后就通通都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